成就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迎向回来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众生无边是远途 烦恼无尽是远短 法门无量是远选 否刀无伤是远程 愿消散张煮烦恼 愿的智慧真明了 不愿醉张喜消除 世事长心菩萨大 世事长心菩萨大 不愿意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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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无毛 不愿意消除 家对外粮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要是琉璃光如来 那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那么当来下身弥勒尊佛 那么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愿所有消灾者 献士者福寿无量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愿所有三土苦众生 往生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离苦得乐 同生净土 现在大概每天的新闻都在报道肺炎的问题 所以我想我们生起一个好的动机 是最重要的 那下面写好的动机 那佛教讲的是 慈悲心 所以早上来 我在车子上一直想 我在车子上一直想 我就想到一句话 爱 对待每一个众生 不分别的 哪怕你伤害我 我都要这样的去爱你 给你欢喜 那慈悲 当然就包含了爱 但是更强调 悲心 所以 这么多人在受苦 甚至在武汉地区 有这么多的恐怖 病苦 我想过年时间 台北也像空城一样 但是台北这个空城是一个福报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点传染病的时候 反而没什么人很安全 所以我想一想 我们住在台北还真的有福报 那现在南部可能就热闹一点了 所以 这个时候在 有一点传染病的危机的时候 就像这样 清清凉凉 下点雨 各位隔壁又没坐人 咳嗽也不怕 然后呢 这是我们的福报 但是我们希望这种清凉快乐 让每一个众生 让武汉的人民 都可以享受到 那正住在医院里面的医生护士 这些病人 都可以赶快恢复 这么清凉自由自在 如果不断的用这个想法 去爱众生 那你自然就会开发智慧 什么叫智慧 就是一种进步 烦恼越来越少 帮助别人的能力越来越强 再加上一个大悲心 那你就很容易看到你的自信佛性 这是不恶法门 所以法会一开始 大家做甘露事实 所以我也赶快在门口 做烟共 我叫要共 我自己有一个群 我一按下去 他们就开始发动了 哼哼哼开始掉 能点了点 能够做甘露的甘露 我认为当然有些人认识我 但是如果每次我要开始做了 我就按下去要开始咯 大家就开始动了 然后等下过了一个钟头 慢慢他们一直说 将近有时候几百个 上次有一千个 一起在冒烟了 点香了 做烟共了 然后大家一起来部分地区 包括在俄罗斯 在最偏远的非洲 在南美洲 都有人老怕点一只香 一杯水米的甘露 点一盏灯 就开始 开始在给众生欢喜 布施甘露给他们 布施甘露给他们 目的就是要让他们 能够 赶快离开轮回的痛苦 往生净土 看新闻 美国一个NBA最热门的 篮球选手 叫COBI 然后直升机上面五个人 一起掉下来 全部往生 当然为了这个事情 那你要开始为他们 欧帮你便便宜 悲心不但是他们 所有直升机掉下来 所有飞机罹难者 所有乃至空军战争 遇难者 所有从空中掉下来的罹难者 愿他们都能够离苦得乐 那如何让他们离苦得乐 那你用这个悲心 自然你就会显现 帮助众生的方法 所以佛陀才会说 慈悲 才是开发智慧 提升服务能力 人性进化 最快速的方法 那我们就要保持一个 念一下不断的爱 不断的慈悲 这个叫修行 正念 站在解脱道 想的是解脱生死 所以不要去被外界干扰 保持没有贪生死 解脱道的动机非常强烈 但念无常 圣物放异 它很容易正大乱 但是站在菩萨道 那就是爱跟慈悲 如果过年各位没有跟你 爱的父母啊 子女家人在一起 你会觉得你很难命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爱的对象 所以一个人没有爱的对象的时候 那是很可悲可怜 但是我相信各位都有 但是你要把这个爱的对象 扩道到每一个人 这才叫空 自他平的 你爱妈妈 爱子女 爱你先生太太的爱 去爱所有的众生 爱是包容他所有的缺点 现在你的老公又秃头又胖 我还是爱 现在你的儿子低能 失业 我还是爱 但是如果你一直想着说 这个词必须包括一种接受 如果你虽然爱你儿子 吃没头肉 那你的爱就已经打着扣了 因为你把你心给弄碎了 你没有一个全然的爱 你就没有一个全然的悲心 你不可能有一个全然的佛性的智慧 你不可能把事情做得很圆满 所以我想各位必须要从我们的深口意 眼神 讲话 走路 行为动作 心态 从这里面去表达 所以 有没有这个 真爱 真爱就是一种 慈心 所以刚刚我一上台我就 那个喷水的 哎哟哟哟 好在有 这是刚买的 一支的 拿起来给他们看一下 一支 140块台币 可以弄一半 它可以转的 杯子短一点就一半 杯子长一点就这样 这样可以弄个七八个钟度 这个叫什么 爱爱爱 慈悲慈悲慈悲 也好 做甘露也好 钥匙焉供也好 礼佛拜佛也好 就是希望把尊敬众神像尊敬佛一样 愿佛快乐 以给对佛的这种供养 我们用深口意供养 身体礼拜 嘴巴参念 心里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 让佛欢喜 在各个方面都要如此 所以就展现在外在的行为 用香 用花 各位用甘露诗诗 用慈悲一样供养 点灯 请问各位我们再做 诸佛欢不欢喜 慈悲是供养诸佛最好的方法 然后供养诸佛要干嘛 供养众生 认识的 不认识的 爱的 恨的 我们都用同一个方法 千万不要有两个方法 所以忍辱先人在被隔离王结结 慢慢割身体的时候 他还在修行 我要修忍辱 我要修空性 我要接受国王帮我修业障 我将来要帮助国王成佛 他没有改变他的想法 因为修行不是在肉体上 修行是在心理上 那我认为 因为大年初一 我们这边有弥勒尊佛 弥勒尊佛是一种词 绝对的词 所以永不对转的词 词是他的生命 有没有人看过弥勒菩萨生气啊 有没有人看过弥勒菩萨骂人啊 有没有人看过弥勒菩萨等人吗 没有 你拿个香烟太累一处也 他还是跟你笑 那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是在表现你会不会读经 你会不会打坐 修行是表现 当你面对人事物的变化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什么 所以 我昨天跟一个90岁的老菩萨聊天 我学了他很多 他从头到尾就是笑 然后眼睛就看着我笑 我的功效也不知道 但是他保持这种态度 但是我就学到他这个 以后我也要笑 所以一百个人 你就可以从一百个人身上去学东西 只要你有慈心 当然看到老人你很容易慈心 就是希望他很亲切 很健康 跟他比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叫做 叫不出来 电视那些说海中啦 海涛啦 所以 你会从他身上学到 学到这个 我要这样 如果现在我就要这样 我90岁也会这样 好不然各位 我如果90岁的老和尚 我哪有话读啊 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不忘记了 我叫做阿富裕 你懂吗 这个叫佛法 啊 他不是说我现在跟你讲什么 应无所住啊 那